好几家探犯瞬间陷入国海 居红色火蛇不断冒出 浓浓烟雾把整片天空给遮蔽了 走房兄兄从四面八方 不小心乱救 七机车逃不过被波及命运被大火吞噬 整个过程还时不时传出爆炸声响 这也让周边店家及住户看得心惊胆战 由于现场有不少瓦斯桶 就担心情况一发不可收拾 赶紧将他们放置空旷处 涉水降温 但这把货已经一发不可收拾 就突然就起火 就看有人叫说 早火早火 就赶快打电话 二十五号下午一点多 高雄三明区大昌一路 大鱼路口传出火警意外 起火点一次是三角窗的素食面店 然后他们应该是要收摊 瓦斯弄到 踢到还是怎样 然后烧起来这样 终于拐桌 硬批火 算低时间有人试图灭火 但眼看火势猛烈根本灭不了 还是保密要紧 先撤离 瓦斯桶相当多了 大约十来多桶 那索性都没有发生爆炸 孔器既有九节摊贩 那包含一栋二楼透天建筑物 这次被波及的店家当中 其中一家是小有名气的港式车载面 越老板是香港人 烙里道地美味 信不少部落客和网红 到访介绍 我很心痛 我想哭啊 我今天要快点乱 心血复制一句 什么时候能重新营业 都还是未知数 而究竟是谁引发这次意外 现在也都成了调查重点 但幸好整个过程没有人员伤亡 不幸中大幸 二新闻的玩意 刘玉泽 许家人 高雄报导 哈喽 我是蒋心梅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